228真相研究探讨 从市长柯文哲拒绝与总统马英九握手谈起 今年228事件68周年中书纪念仪式 台北市长柯文哲与马英九总统 练习参加科智慈毕 马总统欲与柯文哲握手却遭拒 八年前我参加228事件60周年中书纪念仪式时 市长是国民党 郝龙斌 总统是民进党陈水扁 他们两人没有这套演出 要说228随时间冲淡 在某些人心中可不一定 说起228真相研究 很多人观点大意 2015年3月2日评论 做半套回过谈到有些人还说228也有不少外省人 被台湾暴民打死 关键在于被暴民打死是社会事件 不是国家暴力 而228被军警特杀害的人是国家暴力事件 必须向国家追溯责任 胡乱瞎扯在一起 更没是非而一家寡连 咸齿 确实国民党的军警特大屠杀台湾人民的事不可以与本省人 屠杀外省人的事相提并论 但这也不代表本省人屠杀外省人的事 就不能被提起 为什么呢 蒋介石派军警特屠杀台湾人民的原因或某些人认为的借口就是本省人屠杀外省人 而本省人屠杀外省人的原因又是228那天查契司烟集之前的陈姨与国府的作为所引爆 各环节都相关 介绍228真相 怎么能只谈一部分 2015年3月3日联合报黑白集谈到不喜欢马英九 连他每年228道歉都看了讨厌 绿营不领情 深蓝者也宁可强调别忘了228也死了很多外省人 何以如此呢 除了深蓝 难道他们不谈外省人被屠杀就没有人知道吗 有人刻意隐瞒外省人被屠杀的史实吗 我是本省与外省的第二代对于228有所介绍与研究 我认为在转型正义的落实上 必须思考到没有真相没有和解的意义 在探讨国民党的军警特大屠杀时 也必须论及部分本省人对外省人的奸杀与屠杀 千万不可以单一的社会事件论来看当时的省级冲突 没有省级冲突 哪来228呢 唯避免228重演 除了对国家暴力给予最强烈的谴责外 对社会的族群仇恨 难道不应该警惕吗 评论之流要这样否定228的意义吗 Blackjack 2015年3月3日 中国时报 道228痛哭科屁二度婉拒与马握手